这样的轮胎到底有什么问题 需要怎么调呢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大家好 我是上官 欢迎来到毕竟小课堂第十期 老头说这个勾槽的前面比后边要低很多 所以这个代表会弹比较快 需要往顺时针方向 往H向去调调 增加阻尼 这个我们之前学过 然后我们再从这边看 会看得比较清楚 OK 就看着前面比后边低很多 对不对 说明磨损比较厉害 同时呢 在磨损面上会有很多小点这样 这个代表压缩的阻尼偏大 应该往S方向调一点点 另外像这种在磨损面上 有这种深浅不一的颜色交替出现的地方 说明这个车手在开油阶段 并不是持续在给油 而是有收油的时间 等于油门是不稳的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交替出现的情况 这个支持点我们之前也说过 所以毕竟小课堂第十期的这个案例 综合调整就是回弹阻尼增加 压缩阻尼减少 并且跟车手说油门要持续并且稳定 所以大家学会了吗 关注我了解更多赛道知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